从清末到1949年有一支相当特殊的西北地方武装 他们都是回民 信奉伊斯兰教 无论是在抗击八国联军 还是抗日斗争中都有亮眼的发挥 他们就是马家军 直至国共内战时期 马家军的实力也相当强悍 那时他们不仅看不起全副美式装备的中央军 也将善战的解放军当作手下败将 当时西北野战军司令彭德怀 在部队进攻兰州失利时 也称青海马家军是当今敌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许多参加兰州战役的西北野战军 也在回忆中提到 马家军比日本兵都难打 那么又是什么时马家军如此强悍呢 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 起于清末 兴起于民国 活跃于中国西北的甘肃 宁夏 青海等地区 由于其首领皆是回族马姓 便被称为马家军 又因地区划分为干马 青马 宁马 马家军的构成很有特点 父死子继 胸中帝籍 而且士兵必须是出生在甘肃河州的马姓回族人 普遍骁勇善战 残忍好杀 有的地方会将马家军称作马回回 在西北民间 一旦小儿夜里啼哭 大人只要骗小孩说 马回回提着马刀来了 小孩就能立即止住抽气 马家军多年经营的发展 逐渐成为能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他们的强大不是没有来由的 首先 马家军具有西北游牧民族的特点 军队的主力是骑兵 在广袤的西北高原上 骑兵机动灵活 能快速集结 快速攻击 快速撤离 边骑马边打枪 步兵对上马家军根本就不占优势 其次 马家军中的军官多是宗亲关系 都有共同的伊斯兰信仰 凝聚力上来讲非同一般 而当地民风又相当彪悍 马家军打起仗来几乎不要命 经常是赤壁上阵 进攻凶猛 冲锋时会发出嗷嗷的叫声 另外 每次战斗中 马家军的作战队伍后面总有一个督战队 手里拿着枪或举着刀 如果有人赶后退 就直接战场处决 抗战时期 掌管青海马家军的马步方 也是在抗战初期就争调了大通 互助 黄元三个县的民团 共八千余人组建了赞边骑兵第一时 由马镖为师长 率部出省抗战 在马家军出征抗日时的欢送大会上 马镖说 我这一次离开青海 一定会全力以赴 要让我的战刀沾满日寇的鲜血 为死去的父老乡亲报仇 1938年 八千青海子弟到达陕西 第一仗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一个日本中队再加 伪军三个营接近一千人 被他们围奸 为欢庆胜利 当地老百姓给马家军制作了一把万民伞 每家每户都献出了不少好酒 在怀音战斗最激烈的时刻 马镖亲自挥刀上阵 带领着部队冲锋 永不可当 凭借着骑兵移动迅捷的优点 马镖曾打过不少漂亮的伏击战 一度让港村宁次感觉非常头疼 屡次派重兵围剿 在电报中也多次提到了青海马镖 整个抗战时期 以马家军八千精锐为主力的 其一师纵横苏鲁玉碗边区 跟日寇交战数百次 共揭灭日卫军1.2万人 令国人振奋 国共内战期间 马家军也屡有发挥 太原战役后 解放军基本占领了华北 开始向西北部的国军发起进攻 其实在战斗开始前 毛泽东曾多次举棋不定 在周密部署之后才敢大举进攻 毛泽东当时遭遇了什么 是什么让毛泽东如此忌惮呢 太原战役中 国军丢掉了华北的最后一片阵地 战斗过后 毛泽东决定 以第一野战军为主 加上解放太原后的华北野战军 第十八 第十九 两兵团 向西北进军 1949年5月26日 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 司令员彭德怀 以你们现有兵力 可以打胡 不能同时对马 而与同时对马 必须等候 十八十九 两个兵团开到 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 方有把握 否则无把握 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 三四个星期 不要兴急 带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 打几个好仗 即可只取兰州 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只要胡马不走 仗势总有打的 需要说明的是 毛泽东电文中的胡 指胡宗南 马指的是马不方和马红奎 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往来的电文中 马 二马 两马 青 宁 二马 都是指马不方和马红奎 六月中旬 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 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 咸阳等地 与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会师 准备参加彭德怀指挥的 扶梅战役 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决策 第一野战军采取 前马打胡 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 首先集中力量与胡宗南主力决战 然后集中主力与清宁二集团决战 彭德怀将详细的作战计划 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负责进行 前置二马任务的杨德志十九兵团 如何使用极为关注 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 说杨德志兵团应立即吸进 迫近两马助攻 负担前置两马任务 并严防两马回击 此点严格告诉杨德志 千万不可轻视两马 否则必至吃亏 杨德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6月26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前置两马 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 以包围并接面 胡宗南部四五个军 毛泽东仍不放心 次日 又致电彭德怀提醒道 如二马只做小撤退 则先打两马 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 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 如两马做大的撤退 距胡不较远 就实行前马打胡 可以明显感受到 这些文殿的每一行中 都透露着毛泽东流露出 对二马的高度警觉 那么在国共内战中 连全副美式装备的蒋介石 嫡系部队 都不大瞧得上的毛泽东 为何偏偏对苍苍戈壁的西北二马 如此小心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马氏家族逐渐形成了 以马不方为首的青海马家军 和以马鸿奎为首的 宁夏马家军两个派系 这两个派系在西北内部存在着 明争暗斗 地盘抢夺 而马不方将马鸿奎 逐渐挤出青海和甘肃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此后他将西北大帝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坚决不容许外部势力进入 虽然青马和宁马互相攻坚 为了地盘和利益也会大打出手 当外人遇进西北地界 威胁马氏对西北的统治时 他们立即一致对外 1936年10月 中央红军组织的西路军两万多人 占当时红军总数的五分之二 是红军最强的一支部队 他们准备借到青海 宁夏试图组建一条 沿河西走廊与苏联联通的陆路交通线时 遭到了马家军的激烈抵抗和围攻 一向以西北为私人领地的马步方 纠集三万多起兵和六万多民团 对西路军发动了进攻 以宁子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的决心 发起作战动员 同时马步方与马鸿奎达成协议 暂时放下内部矛盾 一致对抗西路军 青海宁夏的地形开阔 万里戈壁 十分有力骁勇的马家军起兵来回冲杀 起兵部队作战胜利则持续追击 作战不力可以迅速撤退 西路军战士从没有面对过这样行踪不定 来去如风的敌人 战斗打响后 立即遭到很大损失 而西路军脱离了根据地 渡过黄河来打河套地区时 已是十月份 由于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 西路军几乎无法获得后勤保障 河边员补充又面临着恶劣的气候条件 短短数月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西路军的领导层大多是红四方面军出身 总指挥张国寿又遭遇中共内部的信任危机 有迹象表明他曾密谋除掉毛泽东 但并未成功 当时正式修复中共内部矛盾的敏感时期 由此西路军的每一部指挥都不敢自作主张 每一项行动都要获得中央指令 使西路军的整个行动都滞后于战场形式 最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 遭到数倍于己的马家军骑兵猛攻 西路军孤军奋战浮尸银血 最终由于兵力悬殊 弹尽粮绝遭遇毁灭 西路军建制基本大霉 接近全军覆没 两万一千八百多人来到西北 最终有七千多名红军阵亡 第五军上至军长董震堂 下至普通士兵全部壮烈牺牲 第九军军长 政委 参谋长 政治部主任全部阵亡 为解救这些人 毛泽东曾一度愿意同马家军议和 并主动提议赔偿二十万银元 来换取这些被俘将士 这就是为何1949年兰州战役前 进攻前毛泽东会显得如此小心翼翼 红军西路军在十二年前 对阵马家军时的覆灭 是许多中共将领多年不散的梦魇 1949年随着兰州战役的失败 马家军在中国西北的统治 也宣告瓦解 青马马不方 宁马马鸿魁逐随国民政府来到台湾 此后定居异国 无疾而终 至此骁勇善战 纵横西北八十年的马家军 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